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的前三天我们就有听到关于FTT和B&B之间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他们会从不同程度的去进行互相的砸对方的盘 当时我们还认为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 因为第一大交易所和第二大交易所的掐架 至少来说他们背后有一个交易所的支撑 不会像以前Lulac那样的会将盘底给砸穿 那当然经过几天的一个发酵 通过了不断的博弈之后 那么B&B是完胜于第二大交易所 那所以就对这次整个市场里面的一个影响是比较大的 那么很多在这个看我频道里面都是很多手机挖矿的派友 那么你们肯定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两个交易所之间互相掐架 那他们对于对方的币价的一个去砸盘 为什么会影响到整个币圈呢 其实它最后背后还是已经来了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后面大家所看到的这些交易所等等的 大家都是有千丝万缕之间的关系 那么像FTT和Solala这些他们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么他们是互相的作为一个投资者 那像B&R和FTX那么他们之间又有一定的关系 就说原来可能是以东家和老东家的一个关系 就是投资者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大家互相的利益链条是有很大的一个牵连 然后知道的区块链里面它有因为监管力度 它不像传统的股票这样的一个监管力度 所以说它在做DeFi的时候 或者说在做金融工具外包再出去的时候 他们会有非常多一个层级的去转换 那所以就会把整个市场里面的泡沫化做到比较大 那当然在相安无事的情况下 这些泡沫表面上看起来是风平浪静的 但一旦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面的 大家去拿出自己的本金 将要拿出自己的资金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抽离这个市场的金融泡沫 而这个泡沫一层层的抽离一下之后 其实我们整个加密货币的市场 看见这么高的一个市值 其实都是堆积在泡沫之上的 当我们把这个泡沫打破的时候 它回归它的原油本质 实质进入到这个区块链里面的钱 实际上它没有这么多的 所以说它是一层扣一层的 当一层破了之后 层层会跟着往下破 那么其他的加密货币也无一性免 可能就会或多或少了 你和这有牵连 你和另外有牵连 那么其他牵连牵连 其实整个加密货币都是有牵连的 所以在二级市场里面 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波动 那么在这次交易所一哥的位置之增中 我们所有的散布都是受害者 那么如果说我们手中有币的人 那么在二级市场里面 买有币的人 都是资产面临这个缩水 那这个我们要去把它给认清楚 就是说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 只是说我们要看 如何去规避自己的一个风险 那既然我们加入到区块链里面 那么进入到这个二级市场里面 尤其你进入二级市场里面的时候 你一定要清楚这个风险性是极大的 那么在面临资产缩水或者说资产归零的时候呢 要保持一个该有的心态 就是说我们进入之前你要考虑 我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去承受它 如果说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去承受它的话 那你就千万不要进来 因为在圈内有句话就是币圈一天 那么市场一年 就是说在币圈里面一天可能能够抵得上在 A股或者说是美股的一年的时间的一个波段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三天的时间 可以说是经历过了很多年 相当于这个在股市里面的一个牛熊周期都经过了 就在这短短的三天的时间 所以今天我要去给大家分享的是 在这次的这个波段当中 我们应该去如何看好手中的币 或者说是如何做一个自己的一个投资策略 那么当然以下的这个投资策略 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是拿真金白银在去操作的 但是不会作为任何的投资建议 因为加密货币市场的风险性急剧的高 那么我也是仅仅作为一家之谈 那么如果说你要去进行任何的投资 要请相关的专业人士的建议 或者说你自行认真的去把控 那好 大家都知道我在2G市场里面 会持有比较大的仓位是死币 那么吸把一路 那这个持的一个下跌 可以看到我也是有挂单 有在进入的 我当在这个下跌至1的时候 那么前面零文不算吗 我早在两个月以前 当时在路纳西暴雷的时候 我又做过一期节目 就是说这个死币一旦是跌破 0.0000多少个01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买进 那么因为在我的这个心目中 那吸把一路一旦跌破 0.401的时候 就是我的一个买入机会 那当时我在做了这期节目之后 有的派友 那么也相信我 就去买了 当然有的派友 买了之后后面涨了 有的是可能是出来了 但有的肯定继续拿着 那么这次又再跌了回去 那么同时这个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投资方向 因为我拿洗巴一路 我是不准备去做一个炒作的 我是拿准备是把它拿到比较高的时候 才会去进行售卖出去 因为在我看来 洗巴一路呢 它未来还是比较有前景的 所以说我有在 我不断的去买进 因为我以前的另外一个交易所的洗巴一路 全部被 那个取不出来了 那么就是在中币的 当时我在中币里面的洗巴一路数量还是不少 整个的数量已经面临着上次的路纳西的爆雷 那个中币交易所跑路 那我里面所有的币种呢 都提不出来 所以让我现在在这个欧一的平台里面去 重新建仓 建我的这个洗巴的这个仓位 那我们在这个0点 多少时候 0.000961的时候 我买了三笔 然后后面的话 我又在0.00091的时候 又买了一笔 那现在我们看到 它现在一个价格是0.5094的一个位置 当然如果说大家在进行购买这种洗巴一路 在市场上面买的时候 当然我的个人认为是低于 这个0.401的时候可以入手 但是在已经低于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要保证自己的一个最佳的价格去进入 就是说尽可能的保证自己的价格买到比较低一点 那这样的话会比较好的去进行控制 那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在挂仓的时候 一定就还是要考虑清楚 以少批量的多次进入 那么每次的挂仓呢 一定还是要做自己的一个支撑点 那么在支撑点的下方进行一个挂单 然后在支撑点的位置做一个挂仓 然后你想快速买进来 就在支撑点的上部做一个挂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次的最低点是0.50827 那如果说按照我的正常挂仓呢 我在这个位置会挂一笔 然后会0.827以下再挂一笔 然后0.827以上再挂一笔 始终呢 保持我有三笔资金在里面进行挂仓 然后另外的一部分呢 我的一个资金会分为四个本子等分嘛 那么有一部分呢 会作为后面的后续跟进 那么另外的有三部分呢 是作为一个挂的 那么能够吃到就吃到 吃不到啊 也不要有风沫的情绪 那这是我的一个策略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看这个 呃 卑鄙多吉 那卑鄙多吉呢 这个币呢 说实话 炒作的嫌疑是比较大的 但是我也有一直在有持入 因为它价格非常的低廉嘛 但是我不是特别建议 大家去买卑鄙多吉 因为卑鄙多吉的风险性 还是比西巴尔路高很多的 那么都是同为命币 但是卑鄙多吉的这个项目方 做的事呢 和西巴尔路做的事呢 比起来可能可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卑鄙多吉现在的价格 好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这个卑鄙多吉呢 在四个小时之前 也一直在持续的挂单 也在持续的吃入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周线吧 日线 那你看我在不断的 有在去进入 那卑鄙多吉 我个人的一个低点 就是我什么时候 我该入手 开始入场呢 我的当时的一个价格是0.000000 记得多少个 你让我数一下 268 0000008个0 12的时候 以下的阶段呢 我会去进入 那么这次的这个跌 就完全跌破了 我当时心里面的一个预期 那所以呢 可以看到出 所谓的你认为的一个底部呢 它是会经常被跌穿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卑鄙多吉 现在的一个限价是多少 截止目前节目录制为准的话 是0.8个010的一个价格 那我在后面的话 因为它跌破 我心里面预期之外 它肯定在吃了一部分 那么可以看到在前面的时候 这跌于12的时候 我就吃了一部分 是吧 大概我的价格是113的时候 吃了一部分 那么后面的话 因为又再去跌破了 我又在后面 又在吃 那么最后又跌破了 18.01的时候 那么我 没有吃到最佳的位置 但是我在1029的时候买了一波 那么这个最后买的那一笔呢 和我现在的这个价格比起来 都还是亏 但是怎么说呢 Baby Doge的这个币种呢 它是就是有涨起来 炒作的嫌疑会比较大 如果说未来在牛市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嫌疑之间会进来拉一波 但是它的潜力和它的应用呢 不是特别多 从实际的如果说从那基本面去讲的话 它不是特别值得我们去用大资金去投入 那么这种比较适合于我们用小资金 五官仅的资金去买一笔 因为它的价格非常低嘛 哪怕说你非常少的钱 都可以买几亿枚几十亿枚 甚至上百上千上万亿枚的一个数量 所以说这种呢可以去 我是这样去想的 所以说我尝试了一部分 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他们的一个链上数据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24小时这个西巴尼路的金鱼钱包的动向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 其实现在的整体来说 金鱼员都是在外出的 那么金鱼的这个资产都是往外走的 都是往下去流出的 所以说你看它的现在的流出量呢 达到43.84% 那么所以说它的金鱼动向呢 大家都是在筹集资金 那么把西巴尼路呢 向外卖了之后筹资的 就把资金筹走的 所以说这个市场哈 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像西巴尼路 那么他看见 感觉起来他在回升了 但是不一定 我们所有的这个 这个市场里面 大家都说不准的 你看金鱼的动向 就是说金鱼还在持续的往外出资金 那也就是说 按照这种推断方式来讲的话 可能像西巴尼路未来可能还会再跌 那这是关于金鱼的一个动向 那么再看一下BB多吉的一个金鱼动向 好BB多吉的话 他这里的跌破的话就会更加高一点 那么他的风险性还会更大一点 你看都是往下去跌 往下去跌 那么超过了58.37%了 那所以呢 在未来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这么大的 这么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出 那么肯定会对这个币呢 造成更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当然 随着这个市场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资金的流出来 那么市场可能 不会说那么快会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但是呢 这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那么什么机会呢 就是说 大家疯狂的时候 你谨慎 大家谨慎的时候 你疯狂 那么你可以就说 在市场低点的时候 考虑入手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币种 那么当然以上推荐的两种币种 都是垃圾币种 那么其实值得大家去购买的 还是说 比较稳定一点的 像 比特币啊 以太坊啊 还有爱达币啊 还有波卡币啊 这些呢 都相对于说 经历过了正常的牛市的周期 也是比较老的一个币种 那么像这种的话 就是说 对于你资产的一个保证呢 还是比较高的啊 至少来说 它不会有归零的风险 那像我现在说的这两款币种呢 为什么啊 我在讲它啊 其实它的风险还是挺大的啊 就是baby doge啊 尤其是baby doge啊 它其实也是有归零的这种风险在的 只是说啊 它现在的价格呢 至于我们来讲啊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散布来讲呢 它可以非常少的钱买非常多 所以说这是吸引我们的地方之一 那么另外我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说它能够坚持过支持的一个熊市之后呢 在未来牛市的时候 进入到币圈的人呢 肯定会买喜巴以路和baby doge 因为为什么 他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 那么进来的人呢 他们不会说是动不动就去买以太坊 或者比特币的 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太高了 你拿很多的钱 你也买不了多少个比特币 是吧 有可能买0.000几个 你还不如买一些其他的币种 可以买得多一点 那就像很多刚进入币圈的人 他首先考虑的是 我买的多与不多 而并非是说 我买的东西有没有价值 他考虑的更多是 我以最少的钱买最多的东西 所以说这是币圈新人 都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我会在我的仓位里面 保持一点baby doge 和一些喜巴以路 那当然这呢 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那好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以上的分析呢 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不会作为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好 今天就这样咯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